各位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現在不是都用機械開花像TPM嗎? 為什麼這邊不用TPM? 實際上這個TPM是需要在地質非常均勻的情況之下 才使用這個TPM 像台灣我們這種比較新鮮的一個地層條件之下 還是比較適合用鑽砂 因為鑽砂它的適應性 對這種地質條件的不確定性 它能夠調整的方法比較快速一點